前總 下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看到今天 互生股市衝高之後有所回落 沒有實現到6月的一個開門紅 想問一下您會怎麼來看 當前的一個市場情況呢 展望6月份的一個市場表現 值得我們投資者來進行期待嗎 好的 那今天大盤是一個衝高回落了 主要還是因為前幾天 整個市場是比較強勁的 也有一定技術性的一個調整 再說前幾天的政策利好持續不斷 今天似乎進入一個相對平靜的窗口期 實際上昨天的PMI 應該說是一個很強的一個註角 所以昨天整個市場表現是比較強 先盤後升 今天是一個衝高回落消化整理 這樣的一個過程 雖然沒有能夠實現開門紅 但整體上跌幅倒也比較有限 因為下午跌下去以後又被拉回來了 又被拉起來了 所以基本上呈現一個消化整顧 這樣的一個走勢 那麼展望6月份呢 我覺得可能幾個方面 當然現在市場還是兩大陣營 多空雙方 那麼所謂看多的 主要還是期待於政策面 我們看到國務院33條也公布了 然後國家也很大的決心 要穩住經濟大盤 那麼政策面的這個寬鬆 政策面的向上 是目前多方最主要的抓手 那從謹慎的角度來講 主要還是從經濟層面的角度 覺得二季度相對來說壓力比較大 因為原來提出的口號是要保增長 這個同比不能下降 應該說這個要求是非常低的 那麼也潛台詞就是說這個挑戰確實是超預期 壓力是比較大 所以多空各有依據 不過從最新的情況來看 我覺得實際上是偏向於多方的 也就是說整個6月份是有忌諱的 是有期待的 為什麼這樣講呢 就是第一我們看到這個昨天公布的PMI 包括今天上午財新的5月份的製造業PMI 雖然仍然在50以下 但是好預期 較4月份都分別上漲了兩點幾個百分點 應該說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這個改善向好好預期 這是一個 而且官方的和財新的可以相互印證 應該說這個數據的可靠性還是比較強的 那第二個就是大家也注意到 因為4、5月份最大的影響因素就是長三角 那麼從今天開始上海已經恢復正常的工作 生產生活這個秩序 雖然我們還沒有上班 但是整體大多數在這個所漸有序的恢復過程當中 那麼這樣一來的話 換句話講就是最困難的階段可能就是5月份 那麼5月份過去 未來應該是逐漸的向好恢復這個正常 投資呢股票投資看未來 所以我覺得這也成為或者說快速的這個恢復 副工副產這個是又成為一個利好的一個正量 那第三就是未來的政策的落地還會接二連散 還會有各種的政策的加碼 在這種情況下面我覺得這個對6月份應該說都是有加分的 另外我們從盤口情況來看 這個雖然捐益量仍然比較小 仍然有一些保留 但是熱點比較多 持其比伏 漲停的個股也好 熱點也好 跟題材緊密度 關聯比較高 這樣的話就是盤面很活 那這樣的話呢我覺得 對於整個6月份 我想我們還是穩中向好 那是震盪盤升 比方說上升指數3,200、3,300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有機會的 當然你要一步馬上就要到3,045 甚至更強我覺得這也不現實 因為畢竟經濟基本面 再加上外圍因素 比方說這個地區局勢啊 地區衝突啊這個事兒 也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是吧 畢竟還有一些這個負面的影響 需要等待和觀察 嗯 明白 那我們在消息面上 我們也關注到這個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呢是發佈了一個 減徵部分乘用車車輛購置稅公告之後呢 激發了今天的汽車板塊 而出現了一個強勁走勢 想問一下您會如何來看待 目前汽車股份的表現 更未來的一個趨勢 看到有大行機構也認為啊 這個汽車經銷商股份也有機會 將會從中直接受賄 並且上調了相關股份的目標價 您又怎麼來看這一番操作呢 我覺得這完全是跟著政策走吧 這個政策的力度比較大 因為以前幾年也曾經有過 鼓勵性政策 但是呢這個排量都比較小 1.6升以下 這次呢放寬到2升 2.0升排量比較高 另外呢這個30萬元以下 那麼我們也看了一下相關的數據 就是目前的乘用車市場 90%以上都是符合這個標準 那就是30萬以下 2.0升以下 這樣的話就是說 受賄的面就更廣 而且力度也比較大 這個全部減半徵收 而不是說什麼以前是1.2排量 1.6排量是2.5或怎麼樣 現在都是一刀切的 這個600億的額度 那麼從目前情況來看 因為1到5月份 這個汽車的銷量實際上 是同比下降比較明顯 大概同比要下降25% 所以穩增長當中通過次接消費 因為消費的層面 房地產投資最 量能最大 上百萬的 然後就是汽車幾十萬的 再往下可能也就是手機 家具 什麼這種家電 什麼的消費電子 所以相對來說 這個汽車仍然 對GDP的這個拉動 比較明顯 因此我們覺得這個相關政策出來 對於汽車包括 汽車經銷商來說 應該是一個利好 雖然絕對的同比 可能也未必增加多少 但是原來的減法 現在能夠把它填平 也就是說把這個坑給填平 這也相當不容易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面 整車市場是好 那麼當然我想還是要強調 第一個就是 中低的普惠的這部分車 可能受益更大一點 高檔車可能不會在這個範圍當中 第二呢 新能源車可能也更加受益 包括像上海購刺激消費的 這個政策當中 購置新能源汽車 它能夠減免1萬塊錢 那優惠 那麼其他省份 落落續續也有 包括深圳等等 對新能源車還是更加的這個支持 所以我想在汽車板塊當中 既跟題材有關 跟進氣有關 同時呢 跟分支不同的領域 可能它的車重點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更關注的 對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的 這樣的一些細分領域 那另外我們看到歐盟方面 也是達成了一個大幅減少 從俄羅斯進口石油 的一個相關協議 國際能源價格 也是繼續在高位運行 包括在港股方面 中海油啊 也是創出了一個階段性的新高 也從而推動了很多 像風電光伏板塊 有一個震盪走強的一個局勢出現 想問一下您會如何來看 目前傳統能源跟新能源板塊 有一個後視表現的情況呢 好的 我們也注意到最近啊 這個因為地緣政治的因素 導致了相關的一些政策的變化 那麼這些政策呢 既帶來挑戰也帶來機遇 這個挑戰呢 就傳統能源高位運行 可能有潛在的這個通脹的壓力 我們注意到這個 現在國際油價在100以上 天然氣價格也非常之高 在這種情況下面 中海油H股是我查了一下 大概要兩年左右的一個新高 那A股的話 就上市以來的新高 而且能夠出現漲停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麼在目前的情況下面 因為局勢的緩和 可能還需要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 而隨著全球經濟負數 對於能源的這種需求 在不斷的上升 因此對於能源板塊整體上來講 趨勢我認為是看好的 至於新能源同樣 因為西歐國家包括德國為首 現在大力強調替代能源 清潔能源和新能源 那其中像光電 風電 都是非常關注的一些方向 那麼我們內地有不少的 這個風光電企業 它的產品大量出口就是歐洲 因此也受到了這種需求的拉動 短期來看是受到題材的影響 當然目前的風光電當中 我想還是有些估值偏貴 因此未來還是需要尋找一個好的買點 比方說行業龍頭 比方說在回調過程當中 比方說60%以上的產品是出口歐洲的 那麼這樣的話 對它的這個受益的程度 會更加的明顯 所以既關注這個行業和板塊 同時尋找更或者說更優化的買點 那最後我們來關注到一下 這個大基建板塊的一個情況了 那麼在前期上漲之後呢 這幾天看到了是出現了一些回調 包括像鋼鐵 煤炭 建築建材等等 那麼未來這個板塊 我們可不可以持續來保持關注呢 我們注意到去年穩投資穩增長 在投資的三家馬車當中 基建是最最厚的 大概全年同比增長至於2.7% 那麼最好的是製造業投資 製造業投資20%增加 主要是因為去年全球疫情比較嚴重 很多這個訂單轉移到了內地 所以這個製造業投資是很旺盛 其次是房產投資 但房產投資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走弱 所以今年開年 國家就非常重視 就是通過基建來穩投資穩增長 各地政府也提出了上萬個重點項目 總投資規模要超過20萬億 這次這個萬人大會當中 國務院這個穩住經濟大盤當中 也提到了穩基建的這樣的一個要求 包括地方政府專項在3.6萬億 要在8月底全部下達等等 都有比較明確的實踐要求 所以我想今年的這個基建板塊 應該說是很有看點 再加上目前基建板塊 實際上雖然股價有負數 但是也沒有高估 包括煤炭鋼鐵化工有色 水泥玻璃建材 包括工程機器 實際上目前龍頭股的估值並不貴 所以在這幾個要求的共同作用下 從趨勢上來說 應該說是非常有機會的 再加上整個今年 A股市場整體的機會有限 那麼在這當中 你的矮字裡拔腸子 那就更加值得關注了 雖然這兩天有所回調 主要是因為它的彈性不是很好 拉高了以後總要消化整顧 但是消化整顧之後 只要它是進二推一也好 進三推二也好 只要趨勢向好 我覺得未來仍然是有機會的 明白 好的 非常清晰一個解讀了 非常感謝錢總的這一時段 帶來的一個精彩分析跟解讀 接下來我們先去一節廣告 休息回來之後 我們繼續回來跟阿舟聊